把资料放到资料库里面 因为资料量多的时候很需要有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怎么做的 基本上大概只需要改几个地方就好了 不会太复杂 主要就是第一个你要先了解什么 两个重点 就是说Price Bar里面有两个属性非常重要 第一个就是说你预设的值 初期一定是没有进度 所以一定是零 跑到哪里呢 跑到最这个地方 跑到最后这个叫max 就是它的最大值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原来是零再到最大 预设值一定是零嘛 然后跑到最后一定是max 就是最大值 对不对 那我们只需要更改两个属性 Price Bar里面有两个 一个是它的value 点value意思是说它里面的值 也就是它那个里面这个进度 所以呢你开头一定是为零 然后呢再告诉它最大值 那这个最大值就等于什么 等于那个r 有没有 减1嘛 为什么 因为不能算那个栏位名称 所以给它之后 那先归零 最大跑到这边 那你就是只要是for回圈 有没有 跑一次之后呢 跑完一次之后 你就把它的value 怎么样 再变更 也许是加1 或者是说直接拿那个i里面的值 丢给value 就可以了 所以两个地方修改一下就ok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怎么改的 首先第一个 按下确定的时候 本来叫P次筛选 不过因为P次筛选 你表单用的 跟其他地方用的是应该要区隔 因为你如果加了一个pb 如果你将来别的地方要呼叫 那会出错 所以怎么办呢 我第一个是先把那个我的模组 这个模组里面的那个 本来叫做P次筛选的 这一个共用的 共用程序这个 我把这一个复制贴到底下来 多一个什么 表单两个 就是这个是给表单用的 另外一个是给以后其他在VBA里面 模组里面用的 不一样 你要把它做个区隔 因为如果加上个pb 其他地方呼叫 他就找不到pb了 他不知道有个prolice bar 因为prolice bar 只能在表单里面活动 他不能跳出来 ok 所以特别重要 再来的话 我多做了两个地方 第一个这个地方 跟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就是 这边应该叫什么 更新 更新状态列 主要两个地方 来看一下 第一个归零 归零在哪边归零 记得在for的上方 r的下方 这个地方 那我怎么去把它归零 你要先知道说 一般当然你可以不用打home 不过我觉得打个home会比较好 因为你打个pb 点value 点下去它不会出现 点value 那你要怎么知道说 那个pb在哪里 你就打个home 这个home实际上就是表单 表单的名称 点下去之后 因为我上面有放一个pb 所以你打个pb就出来了 也就是说这个pb是在home里面的 ok 然后点 点value 它的value value就是它的值 等于什么 等于零 也就是说先把它归零嘛 不然的话 它原来已经有值 旧的还在 那感觉怪怪的 它永远都是最大值 那就不用更新了嘛 所以第一个先把它归零 第二个的话呢 这个pb的最大值 等于 r-1 那放在哪里呢 一般 你大概就记下来 要不就是放在for上面 for上面 放这两行 ok 那可是现在已经归零了 而且告诉它最大值 接下来在什么地方更新 我的习惯是 当然你可以在刚开始还没跑就更 不过好像怪怪的 最好是跑完之后 跑完之后 那跑完之后呢 一般就是在ness ness的上面 你更新状态 因为跑完一个了 对不对 那你就更新 那更新怎么更新 根据 i的值来更新 可以啦 要不然你另外 再把原来的value加1也可以啦 不过感觉好像 直接这样更新会比较简单 所以这边的话 你就放pb的值等于i 就是这个这个值 把它减1就好 因为它原来从2开始 那因为你第一次一定是1 所以这个pb的值等于i减1 这样就ok了 所以基本上 我大概就是改了两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的话 分别就是在那个上方的地方 要不然就是for 记一下 反正就是for的上面 跟ness的上面 就是在那个for的上面 做什么事 状态列归0 跟设定最大值 这两件事 这应该可以理解啦 你也不用死倍啦 第二个在 它跑完一次 再把什么 value的值更新 有没有 它因为跑完一次嘛 你就把那个值更新 它就往前推进 往前推进 往前推进 ok 那最后做完之后的话呢 你就run一下 这个home 你就把它执行一下 然后再把它选一个 按确定 有没有 有没有 它就是归零 然后跑跑跑 确定 归零 ok 另外还有 将来同学应该也会觉得说 他好像刚开始 就直接在这边出现 有一条东西 但我不知道啦 我的习惯是会想说 要不要 它还没按确定之前 它不要出现 等到按确定之后 它才出现 那这个时候 你可能要多 设定一个属性 就是PB的什么 PB的visible 它有一个属性叫PB的那个 这个东西的点 Visible Visible 意思就是说 能不能被看到 那你可以怎么做 比较贴心的做法是怎么做 启动的时候 先不要出现 等到 按下确定的时候 它Visible等于True 那最后呢 执行完毕呢 再把它关起来 所以这个了解逻辑是这样 大概这个额外增加的 如果说像 因为程式永远没写完一天 你写完一个 然后就想 对 这个好像还可以更好 对 写完这个 等一下还可以更好 来写完这个之后 还想说 那如果用别的方法可不可以 OK 那我们来看 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个地方 这个PB 有没有 它预设是不要看到 那不要看到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在这边有个Visible 预设是什么 预设是Force 那你可以这样 可以把它设计的时候 就设计为Visible等于Force 不过会有个问题 你把它执行之后 它以后呢 即便你执行的时候 它应该在跑 可是它没有跑出来 为什么 因为它Visible 所以怎么做呢 你可以在什么状态把它打开 当它按确定的时候 那它确定的时候 应该筛选表单的时候 那可以把它怎么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在 这个的上面多一行 什么呢 就是Home的那个Visible 把它打开 Home.PB的 点什么呢 点Visible 你打一个V Visible 这个 等于什么呢 等于True 就是当 它按下确定了 然后要开始跑的时候 你就把它打开 可是不过要记得一件事 最好是什么 在它全部都跑完了 也许在NAS的下面 再把它怎么样 等于Force 这样会不会更好 试一下 应该知道我在开关什么东西吧 那所有的那个 VBA的那个表单里面的东西 都可以藉由Visible 去让它被看到 或者让它不被看到 它的设计方法都一样 OK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NAS的Visible 我大概就做几件事 一 把它预设的Visible关掉 二 但是要打开 在哪里呢 在那个什么时间点 就是在初始化的时候 打开 最后跑完回圈 再关掉 这样会不会比较完美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是追求完美的人 写程式应该永远 没有没完没了的 来执行一下 业务按确定 不过好像 应该已经有那个感觉了 但是好像它Visible 太早跳离了 好不好 这个可以 我们看一下 如果客户名称的话 好像太短了 把这个PB把它拉宽一点点 但是感觉好像它那个跑起来的感觉 我们又比较 不知道 这个又有另外一个Fu出来 OK 大概有这样的设计 应该懂 因为它又Visible等于False 又关